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前一段时间,习近平访额,临别时与普京交谈 再一次提到世界面临百年大变局 并希望中俄两国共同推动 普京还煞有介事地说了一句 我同意 当时这条视频以及百年大变局这个理念 在网络上转发 因此震动全世界 我们不禁要问百年变局这个概念 为什么习近平如此钟爱 而在今年3月23日 中共官媒新华社发表的长文 习近平的天下情怀 用春晚风格的宏大叙事 歌颂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文章以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的讲话为开头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 也是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的党 这种意识形态灌输让人再一次思考 习近平的天下情怀 到底源于何处 即便习近平为了给自己的独裁统治找借口贴金 也不需要套用如此反制的共产主义理论作为依托 或许小学博士并不清楚 天下大同 天下一家的情怀本身有一个前提 就是这个天下有一个建立者 他是秩序的制定者 其本质就是中共每天批判的霸权主义 嘴上骂着 心里却想着如何一统天下 心口不一 这已经是中共的基本日常操作 在中共求是网署名学而实习的文章中 表明百年大变局这个概念 其实早就深埋在习近平的意识里 成为他的政治情节 从2017年开始至今 习近平在公开外交场合 中央会议上 对内对外的各种场合提到百年大变局 接近40次 习近平上台10年 其执政风格和行为逻辑很多人也都有总结 他喜欢大开大合的叙事风格 动不动就全世界 全人类 全宇宙 以表示他的高人一等 他念资再资的百年大变局 只不过基于他对国际局势的误判 基于强烈的共产主义信仰 更基于他以个人之力改变世界的狂想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说法或许没错 西方世界正是中共的威胁 正群其抵制共产迷狂 世界果真处在巨变中 只是一般人理解的历史变局 与习近平理解的不同 正常人理解的是 人类将以普世价值实现大同 习近平理解的是 中共将以共产独裁统治世界 在他心目中 东升西降预示了西方民主世界的陌落 而中共国经济崛起 又预示了他带领全世界走向共产主义的契机 基于这个判断 习近平喋喋不休自我催眠 也催眠了中共各级干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理念 变成习近平与他臣民的政治情一节 中共自上而下 对未来都有一种盲目的乐观自信 这是十年来中共对外战狼外交 对对国进民退的心理基础 习近平的策略 是想影响世界 把其他国家变成中国的模式 但并不是靠心理 而是靠着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 贿赂全世界 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就是独裁国家中国和俄罗斯抱团 美国则联合欧洲 日本 台湾这些民主国家 形成两个集团的对抗 所以 我们开篇提到的习近平的天下一家 就是天下以习近平为家长 他不仅要统治中国境内14亿人 还要统治全球60亿人 然而中共的影响力 真的因为中国的富起来和强起来 而是不可挡吗 中国传统文化 也就是东方专制主义 与马列主义 也就是西方现代集权主义 所结合的中共怪胎 是一种怎样的价值观和治理模式 他又如何成为可以输出的超级精神病毒 习近平要扮演大国角色 或称中国主导世界秩序 厚颜无耻倡导中国价值观 习近平开的这个国际玩笑 西方人是不懂的 因为历经邓小平开放 中国腐败升级 势风沦丧 权贵肆虐 黎明卑贱 成为中华文明破败之机制 此即能向国际输出的 唯有垃圾 新的共产中国仍是帝国 它是一个一句场合 假设撑起来的帝国 对内铁腕 对外雄行万丈 它的武器包括掩饰 欺骗和一种特殊的历史感 可以用长远角度看待中国利益和雄心 心中帝国的重要特点有三 其需动力是上发令下听话 自认为真理的捍卫者 与其他强权达成的任何妥协 都是权宜之计 而非真心接受 中国与主权国家世界之间的道德同等性 中共高高在上 苦大仇深 报仇血恨的世界观已经灌输给大多数中国人民 中国民众当独裁者为父母 将西方视为仇敌 将他国视为藩属国 中国人的宗教可能就是中国本身 中国由专制帝国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 难于上青天 百年变局不会成为习近平一人之功德 时代潮流与人民意志并没有赋予他这样的历史使命 他只不过以匹夫之勇 号令九千万中共党员和十三亿中国人 中国人喜欢问 是时事造英雄 还是英雄造时事 其实时事与英雄是互相造就的 一个英雄人物只有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 顺应人民的政治要求 他才有能力影响历史进程 反之 背逆历史趋势和人民意志 不是他撬动历史 是他被历史抛弃 历史发展有渐变与突变的分别 正常年代历史是缓慢曲折前进的 有时甚至会倒退 但整体趋势都是人类向更文明的社会发展 生产力提高 社会分配正当 制度建设合理化 这都是渐变的过程 当整个世界积累了足够大的能量 历史的渐变无法承载 那时只有激烈冲突才能消弥现成秩序的弊端 到那个时候 百年大变局就会到来 历史巨变不是有某一个或几个人造就的 是时代潮流与人民意志的合成 违背了这两者 任何个人都只是历史过客 斯大林毛泽东如此 习近平普京也是如此 今日中共内外交困 世界大变局或许不远 不过不是习近平解放全人类 而是中国人民从习近平一人独裁的谋掌下解放出来 当今世界的确到了百年大变局的前夜 三十多年前苏共解体 下一个大变局就是中共解体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